保理庭兴兴立有一个历史有救的马林区 占地台幼市一公里 长久以来这屋水不涨去 当地团杀是专制到一些贪的水埋 所以三四十年来受到各种团杀故事的影响 让这些人是怕得都不怕去 所以也保留了现在最求美的天前方公 可以说是十天必在好起床 新闻最后就带来看看 有情欧面 微微风吹过就兴起了一转了门 这种风吹在心上是特别舒适 为在保理庭兴兴立的马林区 面致台幼市一公里左右 水清有三十公里 有历史以来水就没有打过 加上这些海拨有七百多公里 去我们舒适经学得很幽闭 近外的UK真来散步放上心前 就放空啊 难得放空嘛 就在这里放空啊 它整个心情啊情绪都会很好 就好像是在这里充电一样 很漂亮 那到冬天的话 那水位就会满了 然后就会起雾 那时候很多人会上来 都来这边露营啊 一到晚上就很多阴火虫 而且这边没有洒过农药 所以环境不错 现在这个天气外面有三十几度 但是来到马林区 就像是吹那个小型的冷气 很自然 微风很凉 不会说有很酷热的感觉 虽然是比不上清净那么凉 但是也是比一般平地凉爽许多 马林区虽然香港有美 确实很少不离人前来 反而是因为等年以来 一些不知道来完的领域团算 不一定删成了下车的作用 很多人应该出不敢来到马林区 但这种故事 让那些油客都感到很寒 听到这个我也不会相信的 这幅有丢过什么尸体 什么东西都在里面 这是可能只是一个传说 是针是脚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历史已经很久了 很多人有会怕说 哇来这里都阴陷深深的 其实也没有 因为这边海拔跟日月潭的海拔 是相当的 都是700多 传说中这个水有连通 所以我们马林区有很特殊 很自然的景象 就是它没有进水口 但是它那个水源是长年不间断 而且这个辐射会随着四季的变化 这是很特殊的地方 虽然最近天气很大 但来到马林区去完整部的感觉 严重的气温 其实是夏天撇着七头的好处 加上这些帮党没座 其实是在马林区有客所说的 一位是下放山心情散步的好处 记得节目搜 探望不住